大家好 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美国移民 怎么证明我们是一家人 夫妻篇或者叫配偶篇 这个和前面的父母篇 范围略有一点区别 因为这里讲到的是美国移民 不仅仅限于亲属移民 还有职业移民 为什么呢 比如职业移民 你的配偶是主申请人 你作为副申请人 包括此前的关系带来的孩子 如果说在结婚的时候 孩子还不到18岁 在申请的时候 孩子还不到21岁 都可以作为副申请人 同时提交485 差不多同时达到绿卡 夫妻或者说配偶双方 共同申请绿卡的情况 不仅仅限于亲属移民 职业移民是可以的 当然了亲属移民 美国公民及绿卡持有人 也都可以为配偶申请绿卡 而且重要的一条消息是 目前2019年的中间 绿卡持有人为配偶申请绿卡 不用排期 所以等待时间很短 130和485可以一起提交 至少在2019年的7月 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 需要抓紧的时间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华人数量增加 越来越多 所以能够办亲属移民的 也越来越多 我们在另一个视频里也讲到 但是爱485申请 还是有相当数量被拒的 为什么 有的人是因为个人的背景 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也有的时候 是移民局 因为你交的文件不全 或者其他原因 而怀疑亲属关系 包括夫妻配偶 这样的亲属关系 所以我们这里专门讲一下 首先当然你要证明 婚姻关系 你不能为女朋友 未婚妻申请绿卡 不行 可以在美国注册结婚 或者你来美国以前 已经在中国 在其他地方结婚 也都可以 专门要提到的一点 是比如有的中国留学生 是在欧洲 或者在东南亚 那里往往他们会在 中国使馆结婚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方便 你在中国使馆 办的结婚仪式 过后 婚姻关系 在中国更容易得到承认 要办的手续少 但是呢 你如果后来又来到美国 申请美国绿卡呢 这里要注意 你在那里的使馆 办的关系 这个仪式 那么 USCS呢 可能不熟悉 是吧 你要向美国移民局 另外解释 我们遇到过不止一例 因为这样的原因 后来绿卡申请 有一些波折 然后我们又提供了 额外解释 那么除了文件以外嘛 你还要有别的材料 来证明婚姻的真实性 我们在这里着重讲一下 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 能够作为证据 来证明婚姻的真实性 首先呢 比如说夫妻名下 共同的资产 比如说房子啊 汽车啊 其他的资产 还有呢 比如夫妻的共同的保险 医疗保险 汽车的保险 以及其他包括人寿啊 等等这样的保险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两个人联名的啊 名下的银行的账户 还有呢 当然两个人在一起的照片 其他的有什么呢 比如说两个人 互相通信的记录 旅行 一起旅行啊 或者互相去看望的记录 然后呢 最好没有长期分居的历史 如果说已经结婚十年了 一直分居 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你总要提交更多的证据 如果说正好在提交申请的时候 夫妻双方 一个在美东 一个在美西 那怎么办呢 两个人的申请呢 如果是要同时提交 比如职业移民的主申请人 和父申请人 可以交到同一个地方 当然你写的时候呢 要说明一下 然后如果此前曾经离婚呢 那也需要证明 此前别的这个婚姻关系 已经终止了 如果这个离婚 是在中国 或者其他国家完成的呢 那你要提供 法院的判决的英文翻译 那也需要公正 那么其他的什么证据呢 比如说那两个人在一起 搬结婚仪式 比如这个照片呢 除了配偶双方以外呢 最好还要有其他的宾客 是吧 然后或者主持的人 婚宴照 帮助 证明其他人在场 别的呢 还可以有这个熟悉两个人的证人 提供相应的证明信件 证明说 这两个人以夫妻的名义 向其他人介绍自己 以夫妻的名义 共同生活 另外呢 如果配偶双方 有共同的住址 或者呢 有这个房子的租约 或者有信件 分别寄给两个人 但是同一个地址的 这些都有帮助 我们需要讲到呢 在这方面 现在移民局呢 比以前要求要严格 比如说有一点呢 如果你用B签证啊 或者F签证啊 第一次进入美国 入境三个月以内呢 你就比如说 举个例子 和美国公民结婚 或者呢 就提交了移民申请了 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和国务院一起呢 会怀疑 一开始的时候 签证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最好在入境以后 等到三个月以上 然后呢 再考虑说结婚啊 提交移民申请 这个呢 是最近才更多的 inforce的这么一个规定 那么 从另一方面呢 如果说职业移民 你在等排期 那么现在排期 终于要到了 准备提交485了 那临时想到呢 说结婚 带上配偶一起申请 是否可以呢 可以的 但是一样呢 你也要有婚姻关系的证据 前面我们提到的 种种文件 证据 你不一定都需要有 但至少要有 其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点呢 是大家知道 如果和美国公民结婚 在你拿到绿卡的时候 如果还不到 结婚的两周年 这个婚姻关系呢 还没到两周年的时候 你拿到的呢 是条件绿卡 或者叫临时绿卡 你在结婚两年 拿到绿卡两年以后呢 这个还要提交一个 去除条件的申请 叫I751 这个申请呢 有一定的窗口 只有三个月的窗口时间 提前了不行 晚了也不行 所以呢 需要注意 要及时把握 那我们这个视频 讲到的题目是 美国移民 怎么证明 我们是一家人 夫妻品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